美国上周首度申领失业补助金人数持续下滑 在探疫情以来的新低记录 反映劳动市场有所改善 并朝着疫情前的水准迈进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劳工部近期公布 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比前一周减少2.9万人 降至34.8万人 比市场预期还少 也是自去年3月14号以来的最低数字 低于40万人的重要关卡 但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准 另外截至7号当周 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7.9万人 至282万人 比市场预期低 同样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截至7月31号当周 全美参与所有失业救济补助计划的人数 减少于31.1万人至1174万人 以远低于一年前的2870万人 联邦发放额外失业救济金的计划将在9月到期 另外越来越多雇主告诉雇员 若想保住饭碗就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劳工因为拒打疫苗而遭到开除 专家指出申请失业救济金时遭遇困难的几率极高 劳工权益咨询机构 失业法律计划政策部指出 劳工没打疫苗而丢掉工作 申请失业救济恐出现问题 某些民众认为就算雇主要求打疫苗 劳工不愿意配合而遭开除 至少还有失业救济可领 但真到发生时 许多人可能发现事实的残酷 机构工作人员说 从全美多州的规定来看 拒绝配合雇主打疫苗规定而丢到工作的劳工 可能失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资格 但在某些州则有模糊的空间 一般而言 要求打疫苗等公共卫生规定 使雇主可以对员工提出的合法雇佣要求 原因在于雇主是基于公共卫生考量 而设立打疫苗规定 要保护企业安全 避免受到疫情冲击 而且雇主要求员工施打疫苗 都是获得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紧急授权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